中立站起來!新年站出來! 香美共産! 有這麼多關心我們地方公共事務 跟政治生態的一個青年好朋友們 能夠挺身而出支持香美 這個無黨籍的參選 香美給他們最大的一個肯定 那當然我想未來在整個選戰過程當中 他們希望擔任香美的分身 擔任香美的助選員 這個部分也希望藉著他們 能夠把中立在地人的一個聲音 能夠傳出去 尤其我們這次堅持以中道的力量 來改革的聲音 能夠從中立出發 直達到我們中央的地方 讓大家都能夠知道 我們中立在地人的一個心聲 希望我們在地人能夠團結一致 在這一次立法委員的選舉當中 能夠真正的選出一位 代表我們民意的一個人選 來在國會殿堂幫我們中立地區 來發言來爭取我們該有的爭取 就像前幾天各位也看到了 我們中央以台北人的一個角度 來認定說我們地方不需要這個捷運的一個部分 給我們做了一個否定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台北人的一個形態 那事實上我們地方的一個捷運 各位都知道是一個口字型的一個捷運 那我們要捷運才有生存的一個機會 才有未來發展的一個機會 尤其是青年朋友們 我想他們最注重的一出社會 就是要就業的一個問題 要創業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能夠營造出最好的一個環境 營造出最好的一個招商 來到這個地方 讓青年朋友在就業的方面能夠提高 能夠在創業的方面得到政府的照顧 這個是未來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